今天的最后一组 第十七组 第十七组的这个组别 叫做鬼神降临 黑眼老师谢谢你 那这个组别我想取这个名字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那也跟他们所带来的这部作品有关 这部作品呢我想 六七年起身应该 尤其七年起身应该绝对不陌生 叫做鬼神童子 鬼神童子Zenki 这部作品呢是由古菊秀来担任原作 黑眼善黄老师来负责绘制 在1992年他在日本是一个漫画 1995年他改编成了动画 那时候可以说是大皇大子 所以当现在年轻一辈在玩着阴阳师的时候 我们稍微讲一点就说 那时候什么阴阳师啊 世神啊前轨后轨 我们那时候有鬼神童子这部作品 也是非常精彩的一部作品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 交给第17组的参赛队伍 鬼神童子Zenki 祝您 这里就是风云竞争国的地方啊 这家伙居然在吸收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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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宇宙天地赐有力量 降妖服魔迎来醒光 怎么会有古邪恶气息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希望也发生什么事情才好 你不要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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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運了五百年 終於重獲自由了 哈哈 這就是你的死神嗎 哼 你別小看我 我可是大命運的鬼神喔 嘿 嘿 嘿 這麼小隻人奈我們啊 可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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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許全文的咒語 存在你的心中 我知道咒語了 啊 我召喚你回來 從這把千塊 遵從我命 去除邪惡 解除 解敗祝福 從這把千塊 我歡迎原型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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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神天貴 在此獻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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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反抗本大爷 再等一百万点吧 就让你见识本大爷的绝招吧 金刚脚 看一击 接下来只要把你杀了 本大爷就真的重获自由了 救命啊 你不要过来 这么又变小了 你这个小千贵还真弱 掌声可以可以 好有趣喔 看了 激起了好多的童年回忆 这也代表了我们的那个同一个世代 很多的回忆应该被现场的朋友 一样都被激了起来吧 来来来来 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来 钱贵 各位高雄的乡亲大家好 我是鬼神钱贵 我刚刚在这边附近闹来到去的时候 我本来想说 应该是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谁 真的吗 想到还蛮多人认识我的 哦 他们都叫出我名字 我就直接跟他说 叫出我名字 就等于 曝露我的年龄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因为基本上这是一个 非常怀旧的漫画 我印象就像是1992年开始在演长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呢 我的用心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这个鬼神钱贵的作者 很不幸就是去世的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他去世的消息 我就觉得很难过 因为毕竟那是我的成长的回忆 我想说就 借由我最喜欢的舞台表演 然后他重现在上面 然后纪念那个 像那个裴老师字迹 然后 对对对 然后希望给你 而且啊 其实 呃 如果大家有注意看到啊 其实身上的这个装扮里面 有一个部分让我这边印象深刻 因为鬼神钱贵 其实在出席形态的时候 身上的武装还没有这么的华丽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你们选择其实是他到后期时候的一个模型态 对不对 就是基本上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小小的 嗯 然后变大了以后 推脚的时候 就会变得比较夸张的 而且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头发 你转一下让大家看一下 头发 整个是做一体的头发 我是做一顶头盔啊 你是做一顶头盔 因为我是想说 这个年代很久的东西 那个年代的人物设定 都会很呛呛的 我想说 刚才就把它做成很刺很刺的那种感觉 结果想不到做完了 然后我朋友直接跟我说 你是游戏王 还有我就差点抽牌 我就说 蛤 这游戏王呢 那个年代的头发 比较流行 比较刺一点 对对对对 西龙珠啊 游戏王啊 鬼神通知啊 对啊超市 好 所以今天包含了道具 你们自己制作 那在整个桥段的安排上面 有没有哪些亮点 想要特别让大家来回味一下呢 因为我觉得是就是 易小美的召唤的部分 因为她那个召唤你回来 那个重生版权轨 因为那一段台词啊 台湾的翻译跟日本是不一样的 哦不一样的吗 就是因为台湾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这个东西 然后反而变成是一种经典 小时候常常在那边喊 鬼神权轨载 就弄很奇妙的那种感觉 小时候就开始中二 所以长大就变这样 没有啦 没有啦 其实刚刚呢 有一个我特别印象深刻 其实它很短 其实在最后的最后 因为前轨被封印的时候 身子会变小 对 那怎么样能够在舞台上面快速做到 变大变小 那时候选择的做法是 你前面用一个就是小身体的乾坤 然后来当作就是变小的瞬间 就是一个异象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 在舞台有限的空间 有限的人力 有限的状况之下 怎么样去做到 诶我要一个这个效果 我不用额外增加一个人 我可能不用额外找一个人过来演小乾坤 那我也可以做到乾坤变小 就是我觉得是 他们比赛非常优秀的一个地方 好吧 谢谢你勾起了我们 这么多的童年回忆 我想现场的朋友们 我们给他一个 热烈的小型参加 谢谢 祝福你们好 谢谢 所以啊 共赛比赛 还有一个很好玩 就是 这种 共鸣跟连结感 那 有了这些经典的作品 经典的角色 然后大家看到了 会心一笑 可能也就勾起了你心中 可能放在蛮 蛮久蛮久以前 曾经的热血 感动 甚至是中耳 都没有关系 这就是好的作品 刚才说 为什么是好的作品的一个原因 好啦 那刚刚这个是第17组 鬼神降临黑眼老师 谢谢您的演出 而